海巡队员开的巡防艇 不远处可以看到一名头戴鸭蛇帽 穿着旧生衣 划着橡皮艇的男子 身形看起来相当吃力 海上移动速度也很缓慢 海巡队员见状 连忙把这名偷渡男子 搭到巡防艇上 仔细搜查船上 以及男子身上物品 22号中午11点10分左右 海巡雷达在金门凤嘴海域 发现这名中国籍男子 划着迷你橡皮艇 打算偷渡到金门 只是一跨过中线 立即就遭到锁定 金门从17号开始 一周内接连发生三起偷渡案 频繁查获也让国安单位相当重视 相关人员研判中国福建海域 禁渔期在16号就已经结束 加上近日中国对渔船出海放宽 疑似有不少人蠢蠢欲动 想趁机进行偷渡 渗店 舍出海 温命